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来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那么现在有个很重磅的一个一个消息啊 那就是法国啊越来越头脑清醒了 他反对在北约在日设办事处管好自己的事否则将犯大错 那么这个浪很多网友都看不懂了 那法国不是这个西方阵营的一员吗 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要反对在日本设立北约办事处 究竟是想干嘛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也很好奇啊 今年五月日媒爆料称 北约计划未来一年在日本设立办事处 该办事处将作为联络处使用 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地级国家均表示担忧和反对 据英国金融时报当地时间6月5日报道 此事即使是在北约内部也存在相当大的争议 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反对北约在日本开始办事处一时提议 他认为北约这个跨大西洋安全联盟 应该继续专注于自己的大西洋地区 而非亚太地区 并对北约如此工作失交 表示担忧 金融时报的这则报道 引起多大八名知情人士指出 法国方面的反对 使得北约内部几个月以来 关于在印太地区建立首个前哨战的讨论变得复杂化 据报道 马克龙在上中一次会议上面表示 北约不应该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北约西洋地区以外 并补充说 如果我们推动北约扩大范围和地理位置 我们将犯下一个大错误 一名法国官员表示 法方认为 根据北约宪章的要求 该联盟的地理范围是限制在北约西洋的 这名官员还表示 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尤其是西方要求中国不得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同时 北约将触脚伸向亚太地区 很可能会损害欧洲在俄乌冲动上的信誉 一名了解北约内部辩论的 人士则表示 事实上法国不愿意支持继续助长 北约与中国产生紧张关系的事情 报道称 马克龙在今年4月访问中国情节曾表示 欧洲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并避免减少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 并强调了解 欧洲战略自主权管理与此同时 他的这一言论也引发了美国极其盟友的一些不满 那么 马克龙 究竟是马克龙 站在他们角度 究竟是马克龙怂了 还是其他的那些表达不满的 像美国这些不满的国家 那他们 有理由还是马克龙更有理由 当然当然是马克龙更有理由 为什么 我不说马克龙说 今年到中国来 跟中国关系搞得怎么样 我不谈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来说个现实的 首先第一个 你北约 就北戴西亚公约组织 现在还没有把乌克兰这边 搞定俄罗斯 那你是不是有点过于太看清俄罗斯了 觉得俄罗斯就是一坨屎 但是他们好像呢 我说过已经麻木了 啊 操昏头了 你看俄罗斯的 梅德维杰夫讲的那些话 包括俄罗斯国家杜马 也就是俄罗斯国会 民意代表们 讲的话 动不动就是 等于说啊 拿这个核武器 威胁欧洲 在白俄罗斯 和 芬兰边境 啊 布洛蒂海这一带 都部署了非常多的战术核武器了 那么也就是 等于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 如果 我们讲最下下策 俄罗斯战败了 那俄罗 那俄罗斯战败的情况就是 你北约和美国 更加牛逼 啊 然后乌克兰就 这边也不跟你停火 就继续袭击你俄罗斯 啊 或者说 普京为了保证权 他一定会做出一些极端行为的 那就是拿核弹把你乌克兰给 给爆掉 拿核弹把你乌克兰给爆掉 也没什么 因为已经有一次切尔诺核电站爆炸了 而且啊 在那个地理位置 基本上风都是都是吹向这个欧洲的 对吧 那我想请问 谁的损失更大 乌克兰这场仗 俄罗斯永远不会输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输了 他就点核弹在这里爆 啊 这个就是底层逻辑 啊 这个就是叫做 习近平提出的就叫极限思维 这就叫极限思维了 我俄罗斯常规战打输了 我他妈就点核爆 中蘑菇云 有没有说 有没有不敢的 那个时候关系到普京的 这个大卫和俄罗斯的身属村王 他不 他不点核弹 他干得出来这个事情 然后你谁敢他妈的 啊 打俄罗斯 他就他就拿核弹 真的干死你 那么好 这个是最极端的一个情况 对吧 上次那个瓶油弹爆炸 波兰 现在要抢绿化碟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道理啊 对对对吧 啊 他们不考虑这些问题的 所以我说他们的脑子是不是都是白痴 真的是白痴 那还有一个 现在的情况是乌克兰的大反攻迟迟没有出现 乌克兰现在为什么不出现大反攻 而改用啊 特务在俄罗斯搞破坏 以敌后武功队的这种方式去处俄罗斯神经牵制俄罗斯 说明所谓的大反攻 一钞票没有了 二武器弹药供应不上啊 能源战斗减员能源比较厉害 没办法进行反攻啊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 这样的背景之下 对吧 那俄罗斯占尽军事优势 那么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搞定了俄罗斯没有 你连俄罗斯 你北约成立就是为为了搞住他妈逼东斯拉夫人吗 就就是为了干掉俄罗斯吗 干掉莫斯科吗 那你现在搞定他没有 没有啊 而且他在向我 钱不停的在推进 不停的在消灭掉乌克兰这边的有声力量 那如果说你们的重点应该是 对付俄罗斯 举盟之力 把所有压箱底的家党都拿出来 去跟俄罗斯去对抗 应该是这样子做吧 对不对 但是美国跟加拿大等 却在欧洲做的什么 做的天然气的生意 这个是大头 你为什么加拿大跟美国想要抢俄罗斯的天然气市场份额 你他妈国内经济也不行了 所以你一定要这么干 把欧洲给毁了 也要这么干 好 那 你们一直害怕的是什么 中国给俄罗斯提供武器 对吧 甚至是中国派武装战斗人员直接到乌克兰去 这种担忧的直接体现就是明明很名牌的中国帮助俄罗斯 但是泽连斯基跟乌克兰当局不敢公开指责批评和谩骂中国国家领导人 运输本身就是很成熟的 马上不停的给给你运过来 你这个仗还打个鸡巴毛啊 对吧 所以我说过 这就是西方对中国提出的三大要求之一 第一个要求 不准吐统台湾 第二个要求 芯片必须干死你 你不能自主芯片 第三 就是你不能给俄罗斯提供武器 你你他妈逼过于霸道了 你要求一个你的敌人中国遵守这三点 但是你呢不停的在这里干嘛 第一个芯片 你把把中国芯片给灭灭掉 一定要就短期内一定要把你给灭掉 对吧 让日本啊 不能够把这个设备卖给中国 荷兰的光刻机不能卖给中国 韩国的芯片 如果美光被中国干掉了 你韩国不能取代这个美光的市场 对吧 让他们台积电也限制对中国大陆的 这个芯片供应 那么这个要灭掉 对吧 这个你你再灭掉了 那还有一个台海 你右派军舰到这里来搞事 对吧 那还有一个 你右派北约 你让中国不要去支持俄罗斯 敢支持的话 怎么怎么样 那你北约在日本设什么办公室啊 那这个你这种行为对马克龙来讲 你们他妈不是一定要把中国 逼上绝路吗 你在这里设办公室 那中国肯定 北京他妈肯定是恐慌的 而且中国军放也已经做出评估报告了 说现在的美日韩 包括跟北约这个一体化 对我们威胁是巨大的 那如果这样子搞的话 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就是你北约 这个北大西洋公约 北大西洋这一代的事情 你还没搞定 你要去插手亚太了 而且德国还说 宣布派两头军舰过来 英国说 2025年什么 什么伊莎白女王号 要部署到这边来 你不停的在这个 在南海这个地方 蚕食中国的战略空间 那你的下场最终会是什么 我这三个里面 芯片短时间是没办法操作的 那北京就芯片就不要了 那他妈比还有两个很好操作 你比如这里设办公室 是吧 我我就直接以这个为借口 我军事支持俄罗斯 我也不跟你乌克兰 我选你妈逼啊 我选 我直接就军事支持 公开支持军事支持俄罗斯 甚至直接就是派兵帮俄俄 派兵呢 反正现在中国几十年没打仗了 搞个他妈一两万人 一直精锐过去帮助俄罗斯 刷刷他妈经验值 打打怪 刷刷刷这个 这个像魔术争霸里面那些英雄一样的 打打怪 FM 刷刷经验值 渐渐血 杀杀人 不也挺好的吗 朝鲜也是派他妈的 朝鲜跟伊朗 还有很多 阿拉伯国家也是派了很多 指挥官到那边去打仗的 到这个瓦格纳里面去打仗 刷经验值去了 这些要害岗位的指挥官 中国现在也是缺这个 对吧 还有一个 那就台湾了 台湾那妈的就直接就收掉了 你看他 他能怎么低 他就咯屁了 所以说你除非 你这三样东西 你必须要放一样到两样 给中国行好处 比如说 你不管台湾 芯片对中国 半限制 而不是全限制 对吧 那还有可能中国不支持俄罗斯 那么你现在他妈那个逼 又要再去建北约 又要干嘛的 你他妈疯了 对吧 你他妈疯了 你对中国限制 这三个大事 你对中国限制这么多 那中国凭什么 顺受你的游戏规则 你以为中国他妈逼 就是被你被动挨打了吗 对吧 所以说这个事情 马克龙讲的一点都没错 我们北约就管我北约的事 他这个潜台词是什么意思 管住 把俄 把俄罗斯先搞定 行不行 好不好 把俄罗斯先搞定 还有一种可能 现在可能塞维亚跟克索沃那边 也有可能干账了 那你欧洲就是什么 全新的干账 你搞个屌 那个地方干账了 你是不是又要化一个他妈进飞区了 那你这些飞机他妈的成本不是又要打了吗 对吧 所以说他妈那个逼的 那马克龙肯定火 所以马克龙现在是既理性 头脑也比较清醒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里面隐藏了巨大的危机 现在美 就是美国现在在台海这个地方 所以他为什么 马克龙他为什么很明白 说不要管台海的事 有可能你在这管台海管多了 北京也他妈支持俄罗斯 就让你们赢不了 因为你他妈让我不拉屎 我没办法让你们拉尿 大家都憋着吧 看谁冷不住 先他妈蹦出来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目前的一个现实情况 那么还有一个他妈更加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美国惹了众怒 很多国家 都要他妈那个逼的干死他 比如说 马杜罗被美国给制裁的 访问沙特了 布林肯还没来 沙特先赢马杜罗 根据沙特官方通讯社6月6日报道 当年时间4日晚 文德雷拉总统马杜罗 沙特率团马杜罗 抵达沙特 于5月5日起 对沙特进行正式要访问 报道称 沙特王主兼首相 莫安莫德对马杜罗的访问 表示欢迎 会议期间 双方回顾了文德雷拉与沙特之间的双边关系 展望了合作前景和在各个领域 加强合作的机会 并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6月5日 马杜罗在推特发文表示 他死刑的目的 包括制定一项 皆在巩固两国关系的工作议程 他从沙特王主举行了一次 富有成效的会谈 双方均重申致力于在不同的战略领域 进行互补工作 以造福两国福利 然后大家看一下 布林肯6月6日到6月8日访问沙特 但是马杜罗先过去了 妹妹直接说 这个沙特正在与美国的另一个敌人牵手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 这个对马杜罗政府进行严厉制裁 对吧 然后呢 马杜罗当然他是产石油的 他跟沙特的合作很明确 就是在石油里面 怎么搞你美国了 对吧 还有在很多金融领域上的一些合作 委内瑞拉这个国家 要不是被美国给制裁 他是很富裕的一个国家 所以人家有这个底子在这里 你美国也不敢打他 那他妈的在中国的煽动下 反美联盟就全面成立了 说明你美国的控制力不行了 人家就敢到处搞串联 干你美国 所以说美国真的把自己给逼上绝路了 你他妈全线作战 所有跟你有郭吉的人都他妈在这里作战 6月9号 宏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就要访问中国了 人家是你美国传统后院的国家 照样来访问中国 就是你美国现在没啥屌能力 人家都不搭理你 知道不 所以说 你看好 美国他这样子搞 物极必反 那中国肯定 芯片是没辙 那就是要么就武统 要么就是军事支持俄罗斯 或者两个事情全部都干 只能这样了 如果两个事情都不干 然后芯片也不弄 那我就说 那可能中共的执政压力会很大的 因为民意的反弹会很激烈 谢谢各位支持